各位呢,你手上的這個開發板拿出來之後應該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它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紅色的 有兩個紅色的這個,這就是電源 我們先看它整個的那個介面好了 我用這個給你看一下 來,這樣 你拿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子拿,這樣是正面 這樣 好,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USB的 有沒有,USB的頭 所以等一下你這個是放在這裡 不過當然建議各位,因為畢竟這樣子 你常常擦把這個比較容易壞掉 所以待會呢,如果你是在使用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用這個 就是你的連接到你的Notebook 或者行動電源上都可以用 Webduno不用一定要插在電腦上 它只是跟它借電而已 所以你用行動電源也可以 因為它透過Wi-Fi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到旁邊這裡 有沒有一顆小小的按鈕 這顆其實真的可以按 真的可以按的 好,只是因為它這個 畢竟因為它板子比較小 所以這個按鈕就沒辦法做太大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通常就比較不會讓大家去玩這一塊 但是如果你想要讓大家就操作一下 其實也是可以 好,另外你看到它左上角 有沒有一顆這個 這個是三色LED燈 所以它有三個顏色 紅色、綠色、藍色 然後再混出來其他顏色 所以左上角是一個三色LED燈 另外右手邊這一顆 其實各位 你們在家裡面或一些裝置上 可能就有看過 這叫做光敏電阻 對光過敏的那一種 也就是光比較亮、比較暗 就會刺激它 我就可以知道現在明暗度 就跟我們小夜燈一樣 所以這個是它內建在這個板子上 就有多這三個 這個感測器跟這個原件 那另外呢 你把它左右翻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簡報上 它是把它寫在旁邊 可是其實呢 你在看的時候 你就把它翻一下 把它翻過來 是不是就看到 這上面就有號碼了 那麼這個號碼 就是等同 就是我們這個角位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這樣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平常如果我們在用這些電子零件的時候 都是像它後面一樣 是不是都用焊接的 可是我們又沒有焊槍 我們又不想要去做這個時候 它就把它接成這種角位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杜邦線有沒有 兩條 兩台 這個 這一種 就是為了方便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尖頭 就可以插到這邊來 這樣子的話就是免焊接 我就可以有 就是直接做了 就比較方便我們做連線 好 好 那它上面呢 剛剛我們看到 在旁邊這裡 有沒有兩個 這邊是用粉紅色的 這樣看得到嗎 有沒有3.3 跟VCC 那問一下各位囉 平常你在用這個 USB的時候 你都接到電源 是接到Notebook上的 筆電上的 還是 插座上的都有對不對 請問這個提供的電力是幾伏特的 USB 5伏特 他提供的就是5伏特 所以其實你電腦上他供應的就是5伏特的電 5伏特的電齁 就讓大家看一下啦 請問這個是幾號電池 3號電池對不對 請問他是幾伏特的 在這裡在這裡 他有寫 這樣有看到嗎 有沒有覺得你的視力變好了 那麼遠都可以看到我這麼小的字 有寫1.5伏特對不對 這標準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離電池 這種就是離電池 旁邊這個就是離電池 還有一種 有沒有看過這種也是離電池的 有 那離電池的 這一種 現在很多像如果夏天的時候 不是有自己帶電風扇的嗎 裡面就放這一種啊 或者你的行動電源 像我們家的行動電源 比較小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剛剛好 他裡面就放這個 那這個呢 一樣 你看一下 這個 有沒有跟3號電池一樣的 也有一種是這個 那這個呢 你看看這裡 今天視力比較差一點 今天視力比較差一點 我看一下在哪裡 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裡 也就是說它其實這個電壓都一樣 但是它透過 行動電源或 充電器 它就把它加壓到5伏特 所以 你常常看到行動電源說 幾萬安培有沒有 幾千安培 可是實際上跟它的電力不一樣 因為它是3.7嘛 可是輸出是變5伏特 所以用的時間會不一樣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生活裡面 離電子太多了 真的很多 這個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這邊是5伏特 那麼你剛剛所看到這裡 它不是有兩個 一個叫3.3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你插進來之後呢 其實它一個 它也可以提供電源 一個是3.3 另外一個VCC呢 這就是5伏特 所以它有兩種 因為有的 像我們那個LED點矩症 就是那個比較大的那個 它就需要比較高的電壓 才能夠驅動得了 那像我們一般超音波 它大概用3.3就夠了 所以就不用說一定要太高的這個電壓 這個是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你第一個看到我們在這個 Smart開發板上面它有的 那另外呢 你看到它有很多的角位對不對 這些角位 好這些角位 其中呢有幾個 是它有毛毛蟲的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毛毛蟲的 一個兩個 還有一個在這邊有沒有 這三個呢 其實跟我們什麼 跟我們的三色LED燈 就是這個 左上角這個三色LED燈 是共用的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角位呢 你今天如果有 裝置插到 12 13 15的時候 不只你的裝置會有電 你的這個燈也會跟著亮 因為兩個是共通的 所以你放到那邊 就等於好像串連一樣嘛 就把它串在一起了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邊 我們的按鈕 按鈕 它其實就是跟我們的這個 第四個角位是共用的 有沒有發現它上面都有寫 對不對 上面都有寫 那這樣各位就比較清楚 所以呢 其實平常我大部分都會先找這個 沒有毛毛蟲的 這幾個先來用 會找這幾個先來用 這樣了解 那麼它這裡有一個隱藏板的在這邊 這個以前上課好像比較沒有提到 如果你曾經上過我的課 這個比較沒有提到 因為這個製板老師透露的 其實這個RS其實也可以用 它就是03 就是角位03 所以這個其實也很好用 就是說如果你都已經插滿了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板子比較小嘛 所以因為它板子比較小 它能夠提供的這些角位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 還有給各位一個這個東西 各位應該知道什麼意思了 這個 叫做麵包板對不對 這迷你麵包板 你們家有沒有延長線的插座 插座不夠用 你就插一個 就延長就變五個四個 對不對 這就跟那個道理一樣 今天角位不夠用 就拉出來 電源不夠用 我就插一個 然後這整排都是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這個是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有這樣的東西 那有提供正極的部分 我們這個電的部分是正極 那麼它一樣要有負極 所以有沒有看到我們左下角 這裡有叫GND 這叫做GROUND 接地 GROUND 所以有正極就有負極 這樣它那個電才能夠流動 我們電子本身是不是要會流動 才會產生電流 各位國中很久沒上了 電要流動 電本身它就像水流一樣 它要會動 就是正極到負極 所以如果你沒有電位差 那它就不會動 就不會導電 這樣了解 好 這樣應該就稍微比較認識了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試看看 在這邊 你可以先把它插上電 你看一下 這裡 我把它插上電之後呢 你先看一下它的連線的流程 插上電之後 一開始它會亮紅燈 有沒有 在閃紅燈 就表示它在找我們現場的WIFI基地台 那麼如果有找到的 它會熄滅再向一下綠燈 最後的狀態就會熄滅 所以呢 如果 它沒有連上我們的WIFI基地台 你會發現它的燈會一直亮紅燈 會一直在那邊閃 那為什麼我們這邊有WIFI基地台 因為我帶一台 在後面這裡 所以你們打開之後會連到這邊 然後透過它連到網際網路上 我們剛剛講過 WebDuno 它是走WIFI的 所以你有沒有接在你的電腦 沒有關係 你想要接在你的行動裝置上 其實就是那個 行動電源也是可以的 這樣OK嗎 好所以你再看一次喔 當你插上電之後 它一開始會先亮紅燈 接著會開始閃爍 找WIFI基地台 找到了之後它會熄滅 然後連上會亮綠燈 有沒有 然後最後是熄滅的狀態 這樣就表示 它已經連到網際網路上了 有沒有哪位同學的是 連不上的 就是一直亮紅燈的 有嗎 那你怎麼知道你們家 這一台寵物 要怎麼控制它 各位你可以回到我們簡報第一頁 簡報的第一頁 你看一下簡報第一頁最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開發版裝資訊 簡報的第一個最右邊 有沒有一個開發版資訊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你們家 裝置的控制的號碼 我已經幫你寫在裡面了 那這個號碼呢 是什麼 各位 前面 有沒有一個編號 在這裡 有一個編號 這個編號 就是你們開發版後面那個號碼 翻過來 有沒有看到了 所以你自己對一下 你這個號碼 然後來對一下我們這邊 你就知道 你們家的那個 Device ID是多少 這個 SSID跟Device ID 這樣了解的嗎 這樣知道了 知道怎麼 找到自己的資訊 我沒有特別再把它印出來 貼在你們那個上面 因為想說這樣比較麻煩 就乾脆就做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SSID 如果各位 你現在打開你的Wi-Fi連線 你會發現 有好多台喔 有沒有都有一個叫什麼 YS多少的 有沒有注意到 你的Wi-Fi連線 有沒有很多YS多少 然後後面加上IP位置 所以 你的那一台如果有在線上 你就會看到 有這個名稱 你就找找你的名稱 像我這一台 是YS007 有沒有 我就找看看 YS007有沒有在上面 有 我的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的YS007在這裡 幾家 對不對 就表示他有透過我現在這個Wi-Fi的基地台 已經連到網際網路上了 這個是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好 這樣子 對於你手上這一個板子 上面的東西還有這個有沒有稍微比較有概念 那你要怎麼連上去控制他 要怎麼去修改這個資訊 我們後面再講 後面再講 就是說你至少先知道 他可以像這樣子去知道說 你的那個裝置有沒有在線上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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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